在铁路桥下的汐止观光夜市 不少人下班或是假日晚上都会到这里来觅食 这两年更发展为深夜食堂 不过沿线的导引牌却不明显 其中在汐止大同路水源路口 下了交流道只行过来走水源路就能到观光夜市 不过抬头望去在道路左侧的路灯杆上 虽然有适合路标但是却不明显 所以观光夜市就希望能够改善增加曝光度吸引人潮 非常感谢张警察议员这次 帮我们汐止观光夜市争取明确的指示牌 因为旧的指示牌它一直装在太高的地方 民众根本就没有办法轻易的看到说 我们夜市在哪边 它这一次帮我们换到下面这边 直接它查到汐止交流道的话 能让更多的民众看到说 汐止观光夜市在哪边 明确的标示我们在哪里 交流道下来这个入口的一些标志并不明显 所以今天我们请里长跟会长一起来讨论 是不是在交流道下来这个水源路的入口 把它增设一个观光夜市的一个指示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告诉公路下来你们接着也只走 经过水源路前面就是观光夜市 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汐止有很棒的一个晚上 可以吃东西啊消费啊 很棒的一个观光夜市在这里 在结果成情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了市府交通局 市场处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赶着上头的指示牌可能都被撞过 并不平整造成看不太清楚 所以会刊要求整平另外在水源路口 另一侧再加装观光夜市的指示牌 那今天的共识是说除了在这个入口 还有是上面增加一个指引牌 那另外在水源路另外那边 就会把几个招牌 因为有曾经被车子撞过 猫掉或把它 这次要把它八月底以前 要把它做一个整齐化 就三面牌子一个是 黄市场从得国小跟观光夜市 要把它做一个整齐化 经过现场讨论之后 请相关单位整齐大同路 二段354号入口处的观光夜市排面 并且新设议处指示牌 附挂在路口号至赶上头 美化世荣也提高 细致观光夜市的曝光度 预计八月底完成 加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